S2.050 好 大家好我是某奇戰狄冰 那今天是YAMAHA EC05的發表 那今天來說的話有幾個重點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以目前EC05來說 基本上你知道它是採用一個Gogoro的平台 目前根據我們的猜測應該是比較屬於S2的平台 不過在價格上來 目前發表了EC05的話 它的不含補助的價格是99,800元 比任何一台Gogoro 2 包含S2 它的價格是比較高的 這台車的話 我們可以來注意到一個重點 YAMAHA第一次跟Gogoro合作所來發表的新車款 外觀來說 它是由YAMAHA來設計 不過以內在來說 包含整個架構 還有未來生產的話 都會是由Gogoro來生產 那大家就會問了 到底要從哪裡才可以買到這台車呢 那你是會從YAMAHA的這個經銷體系來購買到這台車 那包含說未來的維修 應該也是都由YAMAHA負責來做維修 今天EC05的發表的話 我們其實也發現 除了外觀之外 我覺得除了整台車來說 包含的一些跟騎乘者有關的一些設計 畢竟YAMAHA它還是以生產機車為主 包含我們看到它的整個前腳踏的部分 它有做一個腳踏的地方不會被打住 後面的乘坐者 它其實也有一個腳踏的空間 是往內縮的喔 這都是讓騎乘者或乘客呢 其實都會更舒服 那另外還有一個差異很大 是它的座位的部分 我們可以注意到Goro2的話 它的座位是非常平坦的 那目前在EC05的話 後座這邊有一個設計 是往上突起的 這可以讓後面的乘坐者更舒服喔 所以我們從整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影工程的設計 在ET05上面 不管是騎乘者或是被載的人 乘坐的感覺上都會更為舒服 那今天其實站長在現場有發問總經理幾個問題 第一個 其實我們知道不管你是兩輪車 摩托車或是汽車來說 動力心臟引擎 不論你是引擎或是馬達 它是整台車的一個靈魂 那今天YAMAHA把最重要的一個動力的核心 那由Goro來做開發代工 那這部分是不是YAMAHA就會失去它整個在電動車上面的一個主導性呢 這是我提問的一個問題喔 不過目前來說 其實總經理他回答我 我覺得其實也還算滿意 就是根據每個地區的話 其實法規目前都還不是很明確 目前現在YAMAHA是跟Goro來合作的 以目前Goro現有的包含車款或是Goro Station 來做一個EC05的開發 但未來這樣法規比較完備的 或者說大家使用者比較多了 我相信YAMAHA它其實是會來開發他們屬於他們自己的機種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大家知道 在日本的話 其實日系四大廠 他們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平台做電動車的開發 那目前台灣大概看起來也是 以Goro的平台 包含未來的宏家騰 跟目前YAMAHA都發表的新車喔 那所以看起來是各地區會有自己的系統 那我們也期待呢 再來我們可以實際體驗到整個 YAMAHA EC05的這個騎乘桿 來比較看看跟Goro2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差別 還是只是外觀不一樣 我是毛細戰狼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看看 再見 大家 再見